喵 Hey what's up 大家好 欢迎回到超人少年 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 五金行有分非常多的类型 有叉叉7的 一般民生用品的 有木工的 有铁工的 有水电的 等各种各型各类的五金行 还有一些是小白不能进去的五金行 跟一般大通开放式的五金行 有一些五金行呢 他卖的是一些民生用品 有一些五金行呢 他卖的是一些专门专项的 专业工具 那为什么会有五金行呢 其实五金行跟我们一般的客户接触起来 我们就是最下游的厂商 不是下游 下游 也就是他做的是 B2C的生意 也就是Business to Customer 那一般的消费大众 就可以在这些小店里面 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 而这些货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上看他的 中游跟上游 如果今天呢 你是自己生产东西 卖给大家 那你就是上游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把人家生产的东西 一次把它包起来包个2万件 然后每一间店分个100件 那他就是中游 也就是所谓的中盘 最上游的人呢 他买了原物料 他去制造它 提供人力的成本跟技术的成本 把它提供给中盘 那中盘呢 他用库存的压力 跟仓储的压力 还有仓储的成本 跟人事分货的成本 去提供给下游 那下游呢 他一样有库存的压力 那些货放到五金行里面 他就慢慢的等等等 等到有一天 你去买它 而这一层一层当中呢 每个人承受的不一样的压力 而这个压力 好大啊 那这当中呢 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这边的人生产的 不是台湾人生产的 还是不是地球人生产的 那他要怎么进来台湾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代理商 好比说我们以前 频道你所听到的一些 名牌的知名品牌厂商嘛 那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台湾制造 但是他为什么会进来台湾呢 就是需要有一个 手腕够粗的 口袋够深的 一次把这个品牌带进来台湾 你们才买得到 所以呢 在网路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常常在哭爸爸说 什么东西在国外就买得到 什么东西在台湾都买得到 在哪边哪边买的东西 好厉害 但我会外面说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 知识含量不够 不是 一句话得罪大家 因为 很多五金堂 都曾经经过很屌的东西 很专门专项的东西 很为了你的工种 而特别定制的东西 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 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之后怎么办呢 苦主啊 他就会从五金堂 好辛苦好辛苦 一路辛苦到 中盘去 因为 我都卖不出去啊 没有人买啊 没有人知道这东西啊 我把这东西推搭着 大家不会用啊 中盘他就要把那2万个货 慢慢收收收收收收回来 找大盘去商量 这个货大家不买啊 你要不要把它印回国外啊 很惨吧 超惨 所以渐渐的呢 当我们这个工业产业 越来越下滑 当我们喜欢工业的人越来越少 当大家生小孩的人越来越少 当喜欢做工DIY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这些五金堂 他就不会去进这个货 那五金堂就不会花钱去买一些很屌的屌货 那中盘他就不会去批 或者是经销商也就不会去批这些很厉害的货 那大盘 更不用说了 更不用说了 很好 回答都非常好 好那到底五金堂的货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我帮大家预约了 一般人看不到 太阳星星月亮找不到 一般民众去不了 打官显赫之人也不一定进得去 VIP招待时 没反应喔 被你出发了吗 车在等叫车在等下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呢 我这种人 或者是五金堂的老板 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个 五金堂老板 还有超人真照理 跟一些厉害的人 才能够进得去的地方 五金堂的VIP招待室 Let's go 来我们到啦 这里就是所谓的天数工业 今天呢我已经帮大家约好了 就是五金堂里面真正的VIP招待室 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身为我们超人真频道 就是要带大家开开眼界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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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仓库 嘿嘿嘿 这里我们要有拍摄 我们要参观 零电那个招待室 没有没有 我们这里没有招待室 我们这里没有招待室喔 我等一下 加加烏拉 阿拉萨有拉拉 楼上 三楼 门一推开 左手边那一间 好 看在哪 好 来行的了 往哪里的我跟你说 诶 阿摄影机一起进来啊 边第一个门 哎哒 在这个招待室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工具 而且特别的是就是同样一个类型的工具 然后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比如这个喜乐 然后这个是日本知名的巨刀 你看从一路冲这么小 小到比你的一个手掌还要小的刀 然后一路到像上面这种 弯刀 日本武士刀 这可能出去 贵的时候还蛮需要的 你看这个 上面还有写 小鹿头 然后可以柴火的 它这个就是可能够 国外啊 老外打猎 有没有 打猎完你要把那个鹿 枝解掉 它就可以 连骨头也可以 也可以聚 这个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 没有 包啊 董事长这种是劈材用吗 风山用的劈材用的对 类似开山刀 开山刀对对对对 这是用日本的做武士刀的钢材做的 真的喔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再重新融掉再做武士刀 对对对对 这好像蛮划算的 这个是那个杰木用的 即那个生木用的 生木 生木对 辰 辰的之外辰的之外 既生木用的对对 它这个寄出来的时候 它的切口就是跟刀子切的一样 就是说这样释木的接过去的气 恢复的会比较快 喔 就跟人家在撞的时同样 对对对对 就是你如果是撞到弯弯的时 我会很容易的 风火性组织眼 对对对对 那你如果撞到刀很近 对对对 比较好意思 对对对 像人家一代的手术刀不是说 对对对对对 很切的 那你的刀子来的时候 他这个设计 他这个设计 领朗满目 都很新潮 很创新 这一家公司 他二代接手以后 就是说 跟一个设计公司合作 就是设计公司 帮他设计所有的形状 然后这一家公司提供那个 设计公司 他两家这样结合出来以后 创造出他们的那个 付加价值 现在在日本全世界 是No.1的计指 全世界是No.1的 最棒的计指 当然就是上面出的这种 原意简当然不够看 我们成为一个工业专业频道 有没有看到这里面 奇奇怪怪的东西 连砖尾啊 然后连美工刀 然后连这种 有没有看过 36mm的 挖洞的木工刀 然后在他这个上面 有没有看到这种 打准棒 打准棒就是 你去磁砖啊 你过去你要测试他贴的好不好 或者是 他有没有就是中间空心 有没有 就这样 过去 然后打准棒的上面呢 这种高空作业 有没有 就是如果你在一般啊 高空作业还是一些什么 水电师傅啊 今天不好意思 你挡到我们的 哎呦哎呦 拍片呢 对 给YouTube 哎呦哎呦 人这么多呢 拍片 拍片 这样不错 这个不错 不错吧 没啦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没啦 摁起来摁起来 大家都摁起来摁起来 有不好评斜 你比我更方便 来比我更方便 然后我们这种高空作业 你们防准落 防吊吊 有一些东西 你在高空作业上面掉下来危险 找到那些小朋友 危险这不好 来旁边看一下更厉害的东西 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多种的加刀吗 这是什么 加菅加 加果数 加 果数 人家在說 剪刀 剪刀的意思是一樣 在剪刀 大招就是有一種行業啊 叫做雕塑的 那你從一般果農剪的那個剪刀有沒有 剪下去它明年會不會再結果 其實那個刀的剪法很重要 那個刀型都很重要 各位看一下 你知道這兩個分別是剪什麼的嗎 看起來一模一樣對不對 一個是剪那個奇異果的 一個是在剪柿子耶 柿子 對 棋子 這很中高的耶 這看起來是 剪刀 剪刀 剪刀都有 它剪刀在刀刃粗一點點跟剪刀細一點點 這隻刀刀刃比較小 也是白鐵的 喜歡戴回去養名 對 可以的 喜歡戴回去當養名喔 那怎麼好意思 對 那這是在吃大雜蟹的喔 剪葡萄專用的葡萄 葡萄籠 葡萄籠都用這支 那會比較痛嗎 它就是整串葡萄剛生出來的時候 要把那個比較不好的葡萄 整粒把它拆掉 對 所以說上面這個可以用剪的 伸進去剪 不會傷靠其他的葡萄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它是把它夾掉 就是把它夾住再把它摘掉 對 對 這樣你的葡萄 它會剪刀才會漂亮 很中高喔 你有沒有看到日本人今天是很中高 對 日本人今天是很刁鑽 它會比較輕鬆的這種 加多一種 盆栽全用的 你說人家做的那種 對 盆栽 所以這也是幾個種的 對 這也是一樣盆栽選擇在用的 手工打的 手工打的 這支 手工打的 喔 手工打起來 手工打起來 對 唉唷 這個表演 這個重量跟那個手感很特別耶 大五包能不能從那個螢幕的鏡頭上去感受 它的那個質感 你知道它那個連 手感的握柄的形狀啊 然後跟它 我覺得你不做原意的人 回去買來當藝術品收藏也很爽 那一支大概多少 一支差不多兩千塊 兩千塊 你看日本的雜誌 差不多都用這種的在剪 真的只能用 對 只能用的 你如果不相信我聽到專業不夠 你看 好够嗎 真好够 拿回去做樣品 對 拿回去送你做影片 謝謝大人 今天中够了 又恰無那麗莎 當然除了那些木工的小工具之外 你看它這邊 圓具機的啦 然後切大理石的啦 切草用的 然後連卷尺 就這麼簡單的卷尺 然後分爐班尺 台尺 公分尺 當然你除了一般我們所見到的卷尺之外 然後它這種鶴龜 鶴龜它這種的卷尺 它的材料都是很特殊的 就是俄羅斯特有材 所以那邊彎的時候它都不會變形 然後這種 90度啊 你做木工啊 做筍接啊 就是你就可以一路去使用的 然後還有你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這種90度尺啊 然後你再搭配這種取樣的 就是你還可以把它夾住 夾住你的90度尺 就可以一邊拉一邊那個 你到底在這邊 兩三角 綠植的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水瓶椅 有沒有 數位式的水瓶椅 這個寢度多少 斜度多少 所以他們這邊代理的都是比較像是一些 每個行業特殊的專業用具 就是特殊用具 那這種東西可能大家一般在五星行 你很難看到 或者是你只會看到一兩種品項 而且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很生氣的小玩意兒 另外呢在代理商的招待室裡面呢 你會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就是從來沒有上市還在研發的 然後或者還沒到市場賣的 然後還有一些 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賣鐵錘可能隨便都賣一隻 然後這邊賣鐵錘一次給你賣個幾百隻 然後像這種鐵錘有裝潢用的啊 有這種板膜負責專用的啊 然後還有一些 對板膜負責專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上面這種造型有沒有 看起來比較特別的 那種角度特別的 然後就是我們這拔釘子在用的 那我請人家示範給大家看 麻煩你 好用嗎 好 拔釘子會用的專業拔釘子 好用送你這個影片 耶 好喵 總而言之呢 這個雖然是大家一般進不來的五星行 但是呢有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它裡面 先生 久等待 既然宅水店的梁師傅 還有各個工業界的Youtuber草組都來了 我們何不舉辦一個工業界的知識王大賽呢 喔是喔 贏了可以幹嘛 通通拿回去當樣子 喔是喔 不錯喔 來啊比啊 打字不比 2021年工業知識王大賽正式開始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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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你確定 對 錯 錯 這個以前我當學徒的年代 大概一台要四五萬塊 梁師傅那個年代可能十幾萬 沒有 可怕到我去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第一名就是 CAD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位新媒體創造者 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oney Video AV訂閱CAD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MART